这在这里是吧 这你们两个人今天是租个人 在这里是在租房 眼前这个气喘吁吁感受自己出租屋的女人 这是重点 一个星期前自己还在上班 突然接到房间电话 但是赶回家里 曾经甜美光芯的房间 如今已经人去楼空了 老公楼七五的东西早已搬空 两夫妻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就突然间这样子 我就是上个礼拜 一半二五回家 然后回家 就是晚上回家 我以为她上班去了 我也没在意 然后第二天早上在那的时候 当时在厂门口 我还是没有看到她人 然后给她打电话 已经关机了 看了一下 然后她把衣服什么的都拿走了 郑婷说 老公楼七五要离开前一直没有半点一样 并且是趁自己上班的时间 偷偷收着衣服离开的 结婚两个月 本来还在命运期的两夫妻 现在丈夫竟然毫无征兆的收拾东西走了 这让郑婷是既担心又气愤 这楼七五到底去了哪 她又为什么要离开新婚的妻子呢 郑婷决定一定要找到老公当面向她问个清楚 经过多方打听 郑婷终于在一个老乡那儿得知了老公罗旗武 现在的住处 我听我老乡说 她好像就在这条路往前 那里有一个叫下班起的 在前面那个地方吗 对 她来找过两次 都没找到 没有 就是弄错了 应该不会 因为我老乡他们就是 在那附近 也是在那附近租的房子 她说 在那看到了 看到她了 她就从这里进去 然后这里是哪个呢 我也不知道 就是如果这条巷子出来 或者是出来的话 就是在这口 或是在那里 就那个那个巷子 就是挺深的 我走过了 然后 这边就是那个口 那边就有一个通口 就是如果说她出现 我就能看到 郑婷带着记者来到一条巷子前 经过确认 郑婷盼的老公 就住在这条巷子附近 已经寻找了一个星期的郑婷 这一次 又能否幸运地找到神秘失踪的老公呢 我们在这儿蹲了一天 不不 那边有两个人 你咱看 谁啊 哪里 就在这时 小巷身处突然出现两个身影 警惕的郑婷 令儿屏住了呼吸 等了好一会儿后 郑婷有点沉不住气 难道如其五个面目吗 这是旁边那个女人 又是谁呢 哪里啊 不对 那两个人看起来好像我姐都跟我爸 小巷哪个 这 你先走 对对 等一下 等一下 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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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在这个老公是吧 不是 他们要我家的怎么过来了 郑婷说 老公的姐姐是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平时需要在家带孩子 而家公已经连合办法 也不宜长途跋涉 按理说 两个人不应该同时出现在房间 而此刻 却意外同时现身 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等了大半夜 郑婷没有等到老公罗七五 却意外见到了他的公公和罗七五的姐姐罗清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姐姐和公公怎么会在这 焦急万分的郑婷想上前去问个清楚 没想到 他们见到郑婷却是一副躲避不及的样子 而姐姐罗清秀却转脸又泣不成声 这让郑婷更是百思不得其解 面对郑婷的疑问 姐姐和公公却又不肯透露丝毫的信息 无奈之下 郑婷只得让他们离开了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 记者单独约见了罗七五的姐姐罗清秀 没想到一见面 他就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事中的罗七五得了白血病 怪不得左板罗清秀神情这么反常 然后 дуже疮起来这 好不容易去那个家 现在 grandma 现在 我跟公公卷的直接有你 你看你看你就这样 回家给你二十二十 那你干的弟弟在哪里 现在住在这个 住在那个网 住で 在医院吗 是啊 什么时候都事 我是19号赶过来 我8个天赶过来 就是你弟弟和你弟弟结婚 他两个约我 他和我说 是吧 是啊 他跟他说 他更需要人照顾 可是我都没有人爱人 罗清秀说 弟弟夺取五一期医院病房而出进医院 而这一天 刚好就是罗清秀和郑婷结婚完两个月的日子 罗清秀说 这一切都是弟弟的主意 因为病情来得太快 罗清秀不想坚强到深爱的妻子 郑婷好不容易得到幸福 不想再一次 让他面对生命的自贴 那弟弟现在 现在他的病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别人说 如果他不尽快治疗的话 回家医院 跟他回家 如果治疗的话 希望和医院 哎呀 这样反正是二十的日子 谁帮你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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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患的是急性半血育病重心 让大家触不及防 本来还沉浸在弟弟终于娶妻成家的喜悦中 如今却不得不面对弟弟身影危在旦夕的情况 母亲患癌去世不久 弟弟也患上如此酸甜的疾病 这让这个家惑不温情 如今就说在医院时要假装坚强照顾弟弟 出来还要狠心让弟弟离开 如今一想到弟弟不准能撑到 他想着上班气会找到一个小小的脸 现在干什么呢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事 就去撒了香 结果那个包子这么大 那个医生说你要去搁一下 你不搁的话 那医生就搁完了 医生就不敢不敢接受 我认识这是百分之八十的白衣 然后又转了 就是在这次晚那个手术天 手术用的时候却查出了人来手机 现在这个医生说扯了两个男子 最难记忆了 如果是说不致死 那一早饶起我医生就没有医生 有个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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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秀说 就在一个星期前 弟弟因为肝门长了一个小小的肿块 前往医院做了切除手术 没想到因此查出早已患白血病 如今因为白血病 导致手术伤口无法愈合 但如果不做化疗 伤口会激发感染 灰激到生命 现在进退两难的情况 让罗家不知所措 罗清秀说 郑婷是个面虎的女人 如今好不容易才有一个婚姻 能让她有安全感 又不想让突如其来的打击 把她再一次推进万丈深渊 接着有一个孩子 又得到老他那时候的经历 只能让他们想 我不想 我不想再伤害 我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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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子 能不能 你弟弟现在在哪家医院 能不能 带我们过去 我们去看一下他好不好 罗清秀气不成声的说 他的弟弟罗奇武 患了严重的白血病 已经没救了 是弟弟不想连累妻子郑婷 才选择不辞而别的 眼看着弟弟的病 越来越重 好几次在婚姻中 都叫着郑婷的名字 他们实在不忍心看着罗其武这样 那么罗其武现在的病情 到底什么样的呢 生命垂危的那一刻 他到底 又是怎么想的呢 而郑婷又会不会知道 这件事情的真相呢 谎言的背后更多的是爱 知道了没死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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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病重的老公 他决定为他撑起爱的天空 百姓故事正在播出 让我放手 做不到 好的 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说到 郑婷跟罗其武结婚才两个月 没想到老公罗其武 竟然收拾东西不辞而别了 这让郑婷是异常气愤 他决定 无论如何 也要找到罗其武 当面问个清楚 自己到底是做错了什么 他要这样抛弃自己 其实郑婷不知道 罗其武是生病了 他得了很严重的白血病 罗其武是不想连累郑婷才不辞而别的 罗其武的苦心 郑婷能知道吗 而罗其武的病 现在又究竟怎么样了呢 你第一住在这个地方吗 是啊 你好 这却是你弟弟是吗 是啊 已经住了好几年了 不得了 我已经住了 看到我们出现 罗其武显得很吃惊 而他此时病情 看上去并不乐观 说话 也是有气无力 短短一个星期 罗其武 到底经历了什么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嗯 还没有化疗 现在伤口还 没医活 你这 你就是已经在医院 住了一个多星期了是吧 对 你在这里住院 你老婆是不知道的 对 就你 我是你压处走的 罗其武刚刚在手术 伤口上犯了咬 但伤口愈合情况非常不好 他只是正遭受痛苦的折磨 整个人气色很长 而自一气正行都被蒙在不里 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走 他肯定心里很大 嗯 这个我都知道 那你现在行李怎么行呢 我现在就是 嗯 其他人没什么想法 就是 不想连累家人 反正这种病 没得不好治啊 肯定会花很多家里钱 等到家里 又不是很富裕 好严肯 好严肯 尤其我说 是 好严肯定会得到 第二次 但是 最后 你还没有 她要去 重树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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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最想的是誰 最想的是我老婆 若果 嗯 因為我出門的時候都沒跟她說 就從自己得知這個病到住院 對 因為我自己逃到她出來了 我跟她疾問兩個月了 嗯 然後我出來了 她都不知道我得了這種病 因為她畢竟她很年輕 我不想 突然我這張病拖累她 最近 最近才接完兩個月 以後 我這第一次吃個紅了 她可以還是可以 終於找了人家 柳其舞自從生病後 自己日思夜想的就是生來的妻子正行 兩人才剛結婚兩個月 還能度過密約期 此時正是你農我農的時候 柳其舞卻不得不狠心 給妻子布下一個局 射在一個謊言 冷生生的把這份愛斬斷 難道她的病情 真的已經到了危重的邊緣嗎 在確診是在哪裏確診的呢 在我們這裏確診的 確診的 確診的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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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診的確診診 他們那裏反噴 如果能控制 燃裏真的感じ了 發生得比較晚 發生得晚 all of the universal людей 變成的那麼 病 teor 不十分 病毒 嘗試到救 prevent 病毒 最好的治疗方案呢 这种白血病人 首先就是要做化疗 做化疗 因为肛门的感染 使得他现在化疗 暂时就不做 他本人现在也不愿意做 他本人不愿意做 他说他愿意的话能做吗 要愿意做的话 也要冒很大的风险 他这个风险有多大 化疗以后感染 他可能加重 加重了以后 会有可能会人气死亡的 这么严重 你做化疗的话 这个伤口很难装好 做化疗 又可能是感染加重了 人气死亡 那现在就是一个很干燥的 一个干燥了 做化疗也 那这个治愈的干领有多大 没有治愈的干预 只能说白血病就是 治疗以后能够缓解 缓解以后 他在患病期间 就像经常人一样 医生的话 让在场的人心情无比沉重 罗七五的病情十分复杂 而有互相冲突 如果着手治疗白血病 就会导致手术伤口无法愈合 会引发更加严重的感染 这有可能直接导致死亡 而如果不进行白血病治疗 在发烧的情况下 也会十分的危急 也许是感知自己的情况不乐观 罗七五次是一直在反复 呼唤着正听的名字 在最危急的关头 一流他脑海的人 还是他的爱人正听 罗七秀决定 马上找到正听 不管会发生怎样的病故 让相爱的人在一起 才最重要 罗七五的病情复杂 并且是越来越重 已经昏迷过好几次 生命危在淡系 而在几次的昏迷当中 罗七五都在呼喊妻子的名字 看来他内心最挂念的人 还是正听 罗家人决定 将罗七五的真实情况 告诉正听 当记者把罗七五病重的情况 转告正听时 正听惊呆了 他一个人坐在房间里 一动也不动 不哭不闹 就这样做了十几分钟 显然 丈夫病重的消息 超乎了他的想象 让他一下子失去了思考能力 正听的奇怪反应 不禁让我们担忧 这对恩爱的夫妻见面 会不会横生变故呢 我们带着正听 来到罗七五所在的医院 正听终于相信丈夫病重的事实 从发疯寻找丈夫 到得知丈夫病重 正听一直都紧绷着神经 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不管丈夫变成怎样 他希望见面的一刻 丈夫能看到自己最美的人眼 正听终于见到 失踪了一个多星期的罗婷 他却没有说一句话 而是紧紧地倒着罗七五的头 一次月子时的亲吻他 仔细地蹲下他 时而哭时而笑 正听说 在找到罗七五之前 他幻想过很多种 两人重新见面的场景 或打闹或欢笑 但绝对没有一种 是在医院病房 是不是感觉到特别意外 有点小意外 小意外 其实是大惊喜吧 是不是很想要一个宝宝 想吧 特别开心吧 多好啊 多好啊 是不是 你想养那个 你来 妈妈 没有到快 罗七五起初并不相信 觉得这只是正经的一个善意玩笑 当确定妻子真的怀孕后 罗七五叙叙叨叨地嘱托妻子 这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也是他病重后的一缕光明 然后我们刚结婚嘛 刚结婚是准备有孩子的 然后之前就查了一下 查了一下可能时间不到 那医生也跟我说 他说可能时间不到 我上学休息好 那你赶紧好起来 你就可以照顾他 他休息好了不 是不是 长大了 然后念说有出气点 他下午都还没打工了 罗七五把手放在正庭的肚子上 如今肚子根本没有显怀 但罗七五已经迫不及待的 开始教育宝宝要听话 好好学习天空向上 那么远给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却也给了他生存下去的希望 这一份惊喜来的正是时候 书七俩一边商量被孩子取什么名字 一边计划着以后去哪上学 那一刻他们心里是满满的幸福和快乐 只要还有希望 那他们就不会绝望 他们会继续守护着这份爱 这份美满 宝宝的到来 给这个濒临绝望的家带来了希望 罗七五的脸上也露出了难得的笑意 正庭说 不管怎么样 他都不会离开老公 现在又有了孩子 他希望罗七五能坚强起来 看到心爱的妻子陪在自己身边 而且他们还有了自己的宝宝 罗七五的精神状态一下子好了很多 罗七五说 他再也不会轻言放弃 为了心爱的人 为了未出世的孩子 他会勇敢的活下去 与病魔 抗争到底 在这里 也让我们共同为罗七五祝福吧